原安乐 你可以尽管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信任 太子殿下 我来旅行跟你的约定了 什么约定啊 太子殿下在说什么呀 今日是你检查我背书的日子呀 你们俩也来了 果然 殿下心思全部在我身上 枉费我这么用心的背 终究还是错付了 走吧 愿卿我 我来吧 你既如此理直气壮 想必定能到位如流了 那当然 诸部内有汉烙双薄重簧 为害之处 主司因言而不言及妄言者 账七识 父见不以识者与同罪 若知枉有所争变 赃重者作赃论 还差一句 你可是忘了 殿下你就放心吧 安乐界的清清楚楚 比这上面的字都要清楚 以故杀伤人者 故以杀人论罪 自自血泪 此物 你从何处获得 是一位难民 把他藏在身上进京 拼死送过来的 万人血术滔天的原情 我即刻进宫 去向陛下禀名此事 殿下 这么大的案子 切不可如此心急 你想想 这个案子几层弯弯绕绕 说不定能扯出 多少大官呢 荒唐 百姓冤情面前 岂容我畏手畏脚 若我连此事都袖手旁观 又怎能安享外民公养 太子殿下果然英勇过绝 是安乐选重的良人 我知道 你方才这番话是在激我 你怎会畏惧权贵 贪生怕死 果然被太子殿下给猜透了 太子殿下 你可真是我选的人啊 任安乐 你可以尽管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信任 更不会辜负百姓的期望 我会细细谋划此事的 那我 就等候殿下的佳音了 嗯 太子殿下 方才 安乐抓着你的手都没有推开 是不是说明 我们之间又亲近了些许 果然 这消息安乐送得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